周深在影视音乐盛典包揽四大奖项 盛典之后马上就飞匈牙利 并且发博说遇到困难时 激励自己势在人为 并在到达匈牙利发了旅行明信片 说风景好 心情妙 有人把周深的微博和别人的微博对比 说周深在回应获奖质疑 其实刀刀觉得还真不见得 了解周深的生米们都知道 面对这些网络纷争 周深本人几乎都是不参与不回应的 除非真的触及自己的底线 他会直接走法律程序 而且每次盛典活动或者晚会之后 周深都会发文感谢主办方 合作方 幕后人员 工作人员和生米 这纯粹就是周深的感恩习惯和人品使然 况且周深微博所说的 向星辰大海出发 遇到困难时激励自己势在人为 更是本身这些年的真实境遇和自身写照 出道十周年 七年磨一专辑 甚至完全推翻重来 这其中所遇到的困难连生米都无法想象 更比绝大部分人要多 也正是凭着一股势在人为的任劲 在激励自己 才终于抵达星辰大海 收获无数小美满 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新专辑首周破百万章 许愿场场秒庆坐无虚席 成就内地最年轻的场寻歌手 受邀出席联合国中文日联唱三首歌 从只能在屏幕后唱歌 到出道时几乎无人问津 再到现在的这一切 不正是势在人为吗 所以周深的微博只是在感恩 在讲述自身而已 最后 迷子们 今晚又要抢票了 好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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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紧张